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给大家带来 民营侦探客男体育版第37集,海外称名版第38集,仙人掌花,杀人事件 这天,刚古典子来到毛利侦探事务所 委托毛利帮他寻找半年前在新州旅游时遇到的新义男子,悲业强使 好家伙,这玩意儿也有人抢吗 典子向毛利提供了北川的素描画像和车牌号 看到画像,毛利一脸八卦的称赞 长得还挺别致的,是个恋恶奇才 不过柯南觉得有点奇怪,典子真的是因为喜欢这个人才要找他的吗 一般来说,肖像画之类的画像,都会自然地反映出作画人的心情 无论怎么看,那幅肖像画都不像是画心伤人的样子,反而更像通缉令 恰好典子的手帕落在沙发上,柯南借此机会去典子家一趟 发现典子家非常干净整洁,就是有一些显得格格不入的东西 比如汽油和前男友的照片 而在跟典子的谈话中,一向见腾的柯南碰壁了 没能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这令他有些沮丧 毛利这边也不太顺利,本以为有了车牌号码只要到交通局去查一下 马上就知道北川的住址了,没想到北川搬家了 而且没有向交通局提交住所变更申请 这下调查起来要费一番功夫了 怪不得典子知道北川的车牌号码,还特地委托侦探帮调查 时间来到一周以后,柯南与少年侦探团去玩时 发现典子身穿三无服手捧鲜花,一脸悲伤 直觉告诉柯南事情不简单,于是他立马化身跟踪狂魔 一路尾随典子来到墓地,偶遇了典子的康复医生佐伯 打探出更多关于典子的事情 原来墓碑上的男人叫山口达南,是典子的未婚夫 他们在同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典子刚入职时 是山口手把手教他,所有两人一起努力工作 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而朝夕相处的两人也对对方产生了好感 从相知相恋到约定终身,本该一直幸福下去 不幸的是,今年6月份,他们两个开车去信州旅游时 有一对开着红色跑车的卧龙凤兔一直在挑衅他们 不是追在后面疯狂摁喇叭,就是开到前面走蛇行 为了甩开他们,山口就猛踩右门 导致车速过快车子原地侧翻 然后撞上牙壁引发爆炸 众人只来得及救出典子,山口就这么被活生生烧死了 事后警方告诉典子,由于是非接触性车祸 而且主要责任都在山口身上 就算抓到对方,也不会判重刑 因此当警方问到对方的信息时,典子明知道长相要撑牌号 孩儿对警方保持了沉默,说明他想亲自报仇 而且是以相同的方式杀害对方 这个信念也一直支撑着他 一般人可能要大半年才能康复 他却只花了三个月就出院了 就连从一多年的走博一生都惊待了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柯南决定在毛利找到这个北川之前 一定要让典子改变心情,避免他走上不归路 想必山口也不希望典子这么做 长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邪 柯南终日标于毛利,没想到自己也有被扎的一天 就在他思考如何劝说典子改变心意时 被暗藏在靠背上的谢爪兰的刺儿扎到了 这山口圣前种的谢爪兰 车祸发生之后,全都有左伯照看 之前送了一盆到朋友家 应该是那时候留下的暗器 其实他也想分给典子,但是怕他赌物私人 所以没告诉典子谢爪兰在他这里 文言柯南眼前一亮,决定带上谢爪兰去劝说典子 找人不愧是毛利的专长之一 磨平鞋底,终于让他快速查到了北平的新住址 此时,典子已经踏上了复仇之路 回想起与山口相知相恋的点点滴滴 典子更加坚定了报仇的决心 而在楼顶准备圣诞派对的卧龙凤出 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到来 直到被典子关停音乐 看到典子时,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本想狡辩两句 但报仇心切的典子不想听任何解释 只想要他们的命 用防狼喷雾放到这对男女之后 倒上汽油 就在他点打火机时 毛利他们及时赶到 毛利苦苦婆心地劝典子收手 就算把他们都杀了 山口也不可能起此回生 而且站这么近点火 自己也会波及到 但典子不在乎 因为对他来说 没有山口的将来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现在只想发泄仇恨 就在几人束手无策时 可他抱着几盆盛开的蟹爪兰上来了 因为蟹爪兰在冬天开花 所以通常被作为圣诞礼物 又叫圣诞仙人掌 想必这是山口种给典子的圣诞礼物 虽然他不在了 但是这一朵朵花里 都包含着他深深的爱意 见花如见人 小彩蛋 周一到学校 三小只表示 柯南没跟他们去水族馆 真是太可惜了 他们三个还给海徒喂了石 看到照片 柯南暗自庆幸自己没去 比起初九 他更喜欢救人 李沙就是明探柯南 仙人掌华杀人事件的 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林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来个三连支持一下哦